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个学期我们学了电磁感应 接下来我们将运用电磁感应的基本知识 结合演示实验 一起来分析一下胶变电流的产生过程 初步认识一下胶变电流的规律和图像 为我们后续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让我们先做一下复习回顾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完成学案上的三个问题 现在我们展示一下答案 不多说提醒大家三个地方 一是这儿的磁通量的计算 磁感应强度和截面积是需要垂直的 那么如果不垂直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需要寻找垂直方向上的分量 第二个地方 法拉提电磁感应电流 告诉我们感应电动式 取决于磁通量的变化率 但直接利用这个式子 计算出来的则是一段时间的 平均感应电动式 好 如果只是一根导体棒 在切割云墙磁场 你还记得怎么计算感应电动式吗 没错 是BLV 要注意的是 L是切割磁感线的那一段 导体棒的长度 而速度V 同样要求是垂直切割磁感线的方向 如果是斜着切割 就需要将速度分解了 好 回到我们研究的电流 之前我们学习的都是大小方向不变的 恒定电流 那有没有大小方向改变的电流呢 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小实验 我们将一盏白赤灯 接入家庭电路 将一块磁铁靠近白赤灯 发现灯磁以一定的频率进行剧烈的颤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 灯磁通电后 在磁场中会受到安培力 灯磁在颤动 说明安培力的方向在反复变化 而这个实验中 安培力的方向变化 只能是由于灯磁中电流方向的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家庭电路中的电流方向 是在反复变化的 家庭电路用的就是交变电流 让我们利用传感器来对比一下 交变电流和恒定电流的波形图 这里将学生电源分别挑到 交流档位和直流档位 与电压传感器相连 图中显示了电压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横轴是时间 纵轴的坐标是辅特 交变电流的电压 呈现了这样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横轴上方意味着电压为正 横轴下方表示电压为负 而我们右下方 这个恒定电流的波形 则是一条直线 电压始终是一个恒定值 方向不发生改变 那么结合着刚才 我们看到的这些实验现象 你认为什么是交变电流呢 从定义上看 交变电流指的是方向 方向随着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简称交流电或者交流 用AC表示 相对应的 方向不随着时间变化的电流 称为直流电 简称直流 用DC表示 提醒大家关注 我们对交流和直流的定义 都只关注方向是不是改变 现在让我们看一道练习 以下几张图 哪几张是交变电流呢 其实只有125 第三张图像虽然电流的大小在变化 但始终在X轴上方 电流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因此属于直流电 第四张图像则是恒定电流 也是直流电 125给出了生活中常见的三种 交变电流的波形 根据图像的形状命名 第一张图呢 就是我们家庭电路电流的波形 称为正弦波 第二张是锯齿波 非常的形象 最后第五张 虽然电流大小不变 但方向周期性变化 因此也是交流电 叫做方波 其实不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电能 但是在远距离输电时 直流电损耗非常严重 而交流电则比较少 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的最多的就是交流电了 那么如何产生交变电流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 更直观的实验来做一下观察 这是一个首摇式发电机 可以产生交流电 以及一个零刻线在中间的电流表 电流正接线柱近 负接线柱出时 指针右偏 电流附近正出时 指针左偏 实验开始 不停地转动 发电机把手 我们发现 指针周期性的左右摆动 这说明首摇式发电机 产生的电流 确实是在方向上不断变化的 我们观察发电机的构造 两个磁极间形成了云墙磁场 这样绕了很多扎的闭合线圈 可以绕着这样一个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转轴转动 总结下来就是 想要产生交变电流 将闭合线圈放入云墙磁场中 绕着垂直于磁场的轴 做匀速转动就可以了 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就可以产生交流电了呢 老师帮大家把实物图简化成这样一个模型图 这里是NS级 中间形成了云墙磁场 线圈简化成了一扎 这里的圆环和电刷 可以保证电路始终是闭合的 发电机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电源 外电路我们就可以接上各种用电器以及电表 好 那么根据大家的电磁感应的知识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尝试着解释一下交流电的产生原因呢 可能很多同学还是觉得立体图不太容易观察分析 因此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下转化 我们统一从A看向B 也就是看向值内的这个方向 来画一下平面图 为了方便分析 老师给大家挑了四个这样的典型位置 请大家在学案的虚线框里 将这四个位置的平面图都画出来 现在请按下暂停键 好 现在看一下答案 磁感线方向始终水平向右 AB两个点重合 DC两个点重合 紧缺而逆时针转动 并且所有时刻 AB半级CD半的线速度都是垂直于AD这条边的 也就是这样的方向 你画对了吗 现在平面图画完了 我们挨个位置来分析一下 先看假图 思考这样两个问题 首先 当ABCD线圈在磁场中绕着轴转动的时候 哪些边切割了磁感线呢 也就是说 哪些地方产生了感应电动势呢 问题二 在假图所示的这个时刻 各个物理量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 这个时刻 四个边都是不切割磁感线的 因此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都为零 但线圈所在的这个面 跟磁感线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 磁感应强度B 与截面积S是垂直的 因此此时磁通量最大 如果B和S已知的话 那么磁通量φ就等于B乘以S 然后大家看剩下的三个位置 有没有跟这张图比较相似的呢 诶 这丙图跟假图很像 这个时刻 同样是B和S垂直 磁通量最大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为零 这个位置呢 比较特殊 在后续的讨论中 我们会经常用到 所以呢 我们给这样一个 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平面 取了个名字 叫做中性面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以图 同样是这俩问题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思考一下 从图中分析 切割磁感线的是 AB边和CD边 感应电动势呢 就产生在了 AB边和CD边的两端 并且速度V垂直于磁感线 与其他的位置相比 比如这样斜着切割磁感线 切割磁感线呢 这样一个有效速度是最大的 因此 感应电动势最大 感应电流也就最大 但是 由于B平行于S 所以 磁通量为零 那磁通量为零 有没有意味着 磁通量的变化率为零呢 当然不是 磁通量的变化率 反映的是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在这个位置是最大的 因此 我们总结一下这样一个垂直中性面的平面 它所具有的特点 这也是一个后续会用到的特殊位置 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钉图 也是处于垂直中性面的平面 具有相同的特点 好 既然这个位置是有感应电流的 请问感应电流的方向如何呢 根据右手定则判断 当然你想用棱子定律也可以 以图的AB边是点 DC边是X 也就是电流是DCBA方向的 那么丁图呢 这里的DC是点 AB是X 电流是ABCD方向的 与以图相反 哎呀 非常棒 我们现在已经出现电流方向的改变了 果然是产生了交流电 不过光分析几个位置 我们还是不满足啊 整个转动过程中 感应电流的方向是如何变化的呢 让我们从假图这个中性面 开始转上一周 捋上一遍 中性面是没有电流 但稍微逆转上这么一点点 A这里就有了向下切割的分速度 D呢 就有了向上切割的分速度 与以图一样 AB是点 DC是X 电流 DCBA方向 越靠近以图 切割的有效速度就越大 电流就越大 然后从以图向丙图位置转动 切割的速度方向不变 但有效速度变小 因此还是DCBA方向 转至丙图后 电流减小为零 然后在转至丁图的过程中 电流反向为ABCD方向 当然啊 电流反向对应的感应电动式也反向了 二者的大小方向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然后丁图位置 转向假图的过程中 还是电流为ABCD方向 并且在转回假图的时候 电流再次减小为零 再然后就是下一个循环了 好 截至到这儿 我们已经定性的分析出了 为什么我们在实验中能够看到 那样大小方向都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现在让我们再通过几个问题 回顾一下这个循环过程 请问 当电流转到什么位置时 电流方向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循环改变几次呢 以及什么位置有最大电流 什么位置没有电流 现在请按下暂停键思考 看答案 中性面时 也就是电流为零时 改变电流方向 每个循环改变两次 电流的最大值出现在 与中性面垂时的位置 我们把刚才讨论的这些总结一下 然后就不再赘述了 让我们再接着进行思考了 这定性的分析了那么多 我们能不能再贪心一点 来寻找一下它的定量关系呢 请大家看这样一个情景 次感应强度 编长角速度都给了 从中性面开始计时 求T时刻感应电动式的顺势值 要解决这类的问题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还是要先画图 并且将涉及到的各个物理量 尤其是在角度给标注上 这里经过了时间T 那么线圈从中性面 开始转过了θ角度 那这个角度具体是多少呢 这AB边的速度V是多大呢 有效切割的速度又是多少呢 以及要计算感应电动式 应该有什么公式呢 大家在思考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请你按下暂停键 把图像和推导过程 呈现在你的许案上 好 现在老师要公布答案了 首先这个夹角θ等于ωt AB和CD在斜式切割次感线 于是我们把V分解 找到有效的切割速度V1 识别一下 这个角是θ 所以V1等于V乘以3也θ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列式式子了 老板切割云枪磁上的 感应电动式表达式为BLV 有两个边在切割乘以2 那切割的边是AB和CD 所以长度是L1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它列成这个样子 这里是把θ展开为了ωt 这里是把线速度V找到了 它跟角速度之间的关系 进而得到了表达式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LELR相呈就是线圈的面积 因此也可以写为 E等于BSω3ωt 那请问 那如果这线圈不是方形的 这公式还适用吗 其实也是适用的 虽然这儿没时间再展开了 不过该公式的应用与线圈的形状无关 好 我继续 假如有N杂线圈 所以这儿要乘以N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最终把公式写成这样的形式 把3以前的这一堆记为了EM 那什么意思啊 我们一起理解这个公式 首先这个是正弦函数 这种按照正弦函数的规律变化的胶变电流 称为正弦式交流点 正弦函数具有最大值1 E就有了整个 运速转动过程中的最大值EM EM也叫做峰值 EM等于NBSω 可见EM的大小呢 跟扎数磁感强度 线圈面积 角速度 这四个物理量都相关 跟线圈的形状之类的就没有关系了 最后再强调一下这个公式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从中性面开始计时 那假如不是从中性面开始计时呢 比如我们从垂直于中性面开始计时 那感应电动式的表达式会变成什么形式呢 请大家现在按下暂停键自行推导一下 好了 既然是从这个面出发的 那么θ角指的就是这儿 同样分解速度V 找到有效速度V1 V1等于了V乘以cosωt 最终的结果呢 就变成了余弦 那么现在有一个疑问 刚才我们推导 一直用的是BLV 这个导体棒切割磁感线的公式 那我们能不能用 法拉底电磁感应定律来求解呢 比如我们取上一段时间 找一下磁通量的变化 然后相处去计算 那这样呢 其实求出来的是一段时间的平均电动式 如果想要求顺时值 就需要写出磁通量的表达式 再进行求导 好 现在我们有电动式的表达式了 把这样一个线圈 接到电路中 给外电阻R供电 线圈本身的电阻小R已知 那你能不能写出电路中电流 以及路端电压的表达式呢 请大家再次按下暂停键 自己尝试完成 好 线圈起到的其实是电源的作用 那这就是一个纯电阻电路了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欧姆定律 来写出电流和路端电压的表达式 你答对了吗 截至现在啊 我们把正弦式交变电流的一些 基本规律讨论的差不多了 让我们把表达式总结到这篇PPT里边 可以看出三个物理量的正弦部分都是相同的 只是前边的这个最大值啊 满足了B和电路欧姆定律的关系 接下来再稍微延伸一点点啊 有了这表达式了 你能不能尝试着把图像大致画出来呢 请大家试一下 老师这里呢 给大家画了一个周期的图像 从图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信息呢 首先这个峰值可以直接读出来 还有嘛 跟前面我们线圈这四个特殊位置对比一下 你能不能将这四个位置 跟图像中的点一一对应上呢 想必难不倒大家 中性面时感应电动势为零 垂直于中性面时感应电动势最大 因此这两个与横轴相交的点 对应于两个中性面 两个峰值呢 则对应于两个与中性面垂直的面 确定了这些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判断 磁通量 磁通量的变化率等等这些物理量 当然 电流和路端电压的图像 也可以对应着画出来 其实都是正弦函数 除了峰值啊 其他都是一样的 图像问题呢 我们就暂且解释到这儿 其余的图像问题 我们后续会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最后 让我们通过几道立体来巩固一下知识吧 首先看立体一 这道题答案是C 因为此时线圈与磁感线是平行的 这是与中性面垂直的平面 磁通量为零 感应电动势最大 也就是磁通量的变化率最大 免协二 这道题答案是D 考察了对图像的理解 这是一个感应电动势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T和T30颗感应电动势为零 磁通量的变化率为零 线圈通过了中性面 磁通量最大 因此此时AC是错误的 T2和T40颗感应电动势是最大值 因此磁通量的变化率为最大值 磁通量则是零 此时垂直于中性面的时刻 每次改变感应电动势方向的时候 就是T1和T3这样经过中性面的时刻 此时的磁通量为最大值 D正确 练习三 这道题直接考察了感应电动势的顺时值表达式 注意编长需要换算单位 以及转速的300每分钟 就是频率5赫兹 意味着较速度Omega为实派 其他直接带入公式就好了 好 这节课我们就进行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认真聆听 同学们再见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接着研究交变电流 首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复习 三个问题 按一下暂停键 然后组织一下语言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交变电流 它的方向 随时间是均匀 这个不进行变化 然后呢 正限是交变电流 是电流或者电压 随时间 正弦规律变化 当然 语弦规律变化 也是 在高中 正弦规律 在物理上 它们只是计时起点不同 第二个正弦是交变电流产生的条件 这个要说准 一核线圈在云枪磁场中 绕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轴 云角速转动 云枪磁场垂直于磁场方向的轴 云角速转动 第三个 中性面 线圈转动过程中 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面 这个叫中性面 中性面的特点 穿过线圈的磁通量 最大 感应电动式的值 零 得经过中性面一次 感应电流 方向要改变一次 一个周期 经过两次 方向要改变两次 看来 这个是推导顺势值表达式的情境 从中性面开始 你角速的Omega 转过 经过时间T 它转过的角度是OmegaT 然后呢 把速度分解 其中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速度 是3E V乘以3Eθ 然后呢 进行顺势值表达式的推导 这个是上一次课的核心内容 我们今天再重复 你必须得学会 必须得非常熟练的推导 包括 扣3OmegaT的那一个 我们这儿 说一点 推出来顺势表达式 T等于NBS Omega 3OmegaT以后 其中的 NBS Omega 是这个感应电动式 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数值 我们暂且用EM 表示的 NBS Omega 然后呢 在这个交变电流里边 可以用 数目定律 感应电动式的顺势值 以上 总电阻 就得出来电流的顺势值 当然 电流顺势值 也可以写作 IM3OmegaT 这就是感应电流 电流 交变电流的顺势值 比达式 同样 某一段电路的电压 U 也等于UM3OmegaT 这是顺势值比达式 好 我们啊 首先 打开书 归读这一节课 前半部分内容 下暂停键 考虑这几个问题 研究一个新的物理现象 物理规律啊 总要 引进一些物理概念 有一些增量的概念 就是物理量 交变电流也是电流 原来的电动式 电压 电流 不能用 但是它又是周期性变化的 所以啊 都借来了一些新的物理量 比如 运速原轮运动 学习的时候 周期 频率 较速度 在这里呢 就借过来了 周期 频率 在这里 线圈转动的较速度呢 叫较频率 好了 胶面电流 完成一次周期性变化 所需要的时间 和周期 三位时间内 一秒内 完成的周期性变化的次数 和频率 小频率呢 就是线圈在磁场中 转动的较速度 考虑一下 结合着 运速原轮运动的 相关知识 它们之间的 数量关系 周期跟频率 放数关系 小频率 也就是原来说的 较速度 rp比t 等于rpf 这里要强调的 一个周期内 较流方向 改变两次 这是借过来 几个物理量 在这儿 用来描述 胶面电流 变化的快慢 好 看一个简单题目 给出顺势式表达式 由周期 由频率 从转动较速度 首先 较细数 Omega 在这儿 100π 从这儿 入手 接着再用相关的关系 就能找出来了 周期 0.02秒 频率 50赫兹 再看一个 写出了个图像 问周期 这里 周期 这里的 单位 10的 负二次方秒 就是0.02秒 不突如知道 周期 0.02秒 频率呢 50赫兹 较速度 只能算出来 100π 一秒内 50个周期 较流方向变化 一个周期 两次 说100次 好 下边 我们再说一说 除了刚才的那些常规的物理量 借过来的物理量 几万 还要有一些特殊的量值 这些是 胶边电流 真读 引进的一个 就是特殊界定的 用来 描述 它的特殊的一些值 一个 叫峰值 刚才介绍了 也就是最大值 对应的 暗流也有最大值 填压也有最大值 看一个 从这个图上 能找出 暗流的最大值吧 图 直接拿出来 最大值能干嘛用 这里要特别记住 说到电容器的 耐压值的时候 一般指的是最大值 电容器在这 写着100未安 会发浪 这是 电容器的电容值 这里的16伏啊 就是电容器的 额点电压 电压值 如果 跌在交流电那 你要找最大值 不能超过16伏 最大值不能超过16伏 顺势值 你说刚才知道 顺势值比较是 1等1m3mt 或者是1等1mcosmt 是吧 是的 如何理解这个顺势值表达式 我们看一个 图图所示 图 1等于0.0025秒时的电压值 首先 我们写出顺势值表达式 1等于200三印 这里的0.02秒时周期 100拍梯 这是顺势值表达式 然后 你看0.0025秒 这是0.005秒 4分之一周期 0.0025秒 是8分之一周期 你带进去 数学运算上 带进去就可以出结果 这个结果 好了 0.0025秒 这个时候 它的值是100倍的跟2 有的时候 他还可以再进一步的问 如果电压超过这个值 一个小灯泡可以发光 那么 在前 4分之一周期内 它的发光时间是多少啊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 找一个范围 从这个 时间 0.0025秒 到4分之一周期 0.005秒 都是发光的 那当然 第二个4分之一周期 也有这一段时间 第三个4分之一周期 如果是双向 找通的话 它也能够发光 就这样去找 它还可以找 特定范围的 这个时间段 好了 这是顺势值 我们简单说啊 一个T 对应一个 反应链路式的值 当然也能对应 一个反应链流的值 这是顺势值 它的 特殊的 这个分析 看一个 练习 这是我们书上的 一个思考题 电阻1欧 计算1秒内 电阻上产生的热量 这是个电流 1秒内 它是个胶边电流 但是它有特殊性 前0.2秒是恒定的 1安 0.2到0.5呢 它是恒定的 2安 同样的 这里有个负2安 这就是电流反向 这里有个负1安 一个周期呢 我们不妨分段计算 前0.2秒 带1的平方RT1 这一段时间 带2的平方RR 这一段 你不用管正负 它是电阻 再来个 带3的平方RT3 第四段 分别求 行 你按下暂停键 求一求数值 这个数值呢 算出来以后 是0.2.8 2 2.8 第二问 如果有一个大小方案 都不变的恒定电流 通过这个电阻 能在1秒内产生同样的热 这个电流是多的 你假定有一个恒定电流 通过这个电阻 也是这个时间内 也是同样的热 那就这个2.8交尔就等于 I方R乘以大T 大T是1秒 完了没 所以算出I呢 就是根下2.8 当然啊 这个如果是计算题的话 应该求出有效数字来 好了 我们暂且 根下2.8安 这个根下2.8安的求数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首先 这是一个变化的电流 我用无缘法去求 一段一段来求 因为每一段 它是恒定电流 所以我用一段一段来求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然后呢 再加起来 更重要的一个思想是 第二问 我分段求完了以后 我再用等效的方法 搞一个恒定电流 跟它等效 这么等效 一秒内 也就是一个周期内 产生的热量相等 这样等效 然后进行运算 什么等效 热效应等效 踏准了这一点 根据这个热效应相同啊 我们就把交流电 给它界定了一下 有效值 根据上写的 EUI 它写的 就是有效值的字母 定义为 让交流 与恒定电流 分别通过 相同的电阻 如果在交流的 一个周期内 它们产生的热量相等 就把这个 恒定电流的电流 电压值 叫做这个电流的有效值 好 按下暂停键 圈出 关键词 如果是正旋式 交变电流的话 因为它的电流 电压 它是时刻在变 但是我们可以用 积分的方法 抽出来有效值 最大值 可以跟下2 和有效值 最大值 除以更下2 也有效值 在这儿 特别强调条件 条件是 首先是正旋式 交变电流 还有这个关系 不是正旋式的 交变电流 没有 第二个是 完整的四分之一周期 什么叫完整的 四分之一周期呢 从0到最大值 或者是从最大值到0 都叫完整的 四分之一周期 完整的二分之一周期 也行 从0到0 完整的二分之一周期 从最大值 到反向最大值 完整的二分之一周期 也可以 完整的四分之三周期 类比 也行 另外就是 一个周期以上的 任意时间 也可以 这是 目前是交变电流 满足这个关系的 几个条件 最大值 会干扰 和有效值 这样就把 有效值拿出来了 不过头来 有效值 是根据电流的 热效应定义的 这点一定要强调 用到的方法 叫 同效代替 我们平常 有效值的应用 有好几种情况 这里呢 大家罗列一下 你要记住 一 求电供电热 看功率 等等 二 平常说的 交流用电器 它的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的值 第三 交流电流表 交流电压表的读数 第四 日常生活中 常常说的 交流电压的值 或者交流电流的值 比如 试电 暂停用电 220伏 工业用电 380伏 安全用电 电压 36伏 等等 好 你按一下暂停键 把这几条 熟悉一下 按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 典型的 利用等效代替法 求 有效值 这个交流电 前半个周期 是正选式的 后半个周期 是恒定电流 同样的办法 设一个R 前半个周期 用最大值 除以根下R 有效值 算出来电热 丢方比R 后半个周期 直接用这个数值 恒定电流的数值 U方比R 合出来 然后呢 一个周期内的 总电热 压起来 再另 Q 等于U方 比R 乘以一个周期T 和 这个 有效值 就行了 典型的 总效代替法 这个要学会 好 我们还得说说平均值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平均感应定律 是 N2F B2T 然后呢 再用B和电路 无目定律 平均值 对应平均感应定律 是电流的平均值 平均值呢 超变电流中 正常使用 保持一段时间内 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大小 与出末时刻 以及时间长短 是有关系的 看一个题目 从这个图中 我们看到T等0时啊 来年度数是0 它在中性面位置 四分之一周期后 它在最大值位置 它的磁动量是0 在从0到四分之一周期内 它的磁动量的变化量 就是BS 是吧 BS 然后找时间 这它发现等于BS 这它T等于四分之一周期 二分之π 出于Omega 然后算出来 平均值 在看这个平均值的时候 你看NBSOmega 这个很眼熟 最大值 所以啊 从T等0开始的四分之一周期 时间内啊 这个平均值啊 是π分之二倍的最大值 这个 有印象就行 推导是更重要的 电压对应的也有这个关系 电流对应的也有这个关系 我们再考虑 从0 二分之 t时间内 注意注意 从0到二分之 t时间内 磁动量的变化量是两个BS 为什么 因为从正面穿过 变成了反面穿过 磁动量双向标量 时间也变成两倍 所以 平均值还是这个 那 一个周期内呢 一个周期内 它的磁动量没变 出莫位置的磁动量相等 所以 是0 注意注意 你别管从哪个时刻开始 只要一个完整的周期 这一定是磁动量变化量是0的 所以 平均值都是0的 但是二分之一周期就不行了 你要从0开始的二分之一周期内 它的平均值等于最大值的二分之二倍 你要是从四分之一周期开始的 二分之一周期内 从四分之一周期到四分之三周期 这半个周期 你看 它的磁动量变化量是0 所以 它的平均值就升0了 这也就看出来了 反应电动式 反应电流 它的平均值啊 与 你取的G17点有关系 还与时间长短有关系 好了 需要注意的哈 这个平均值啊 是专门用来求电荷量的 我们想一想 前边 电磁感应中求感应电荷量的时候 一平均 I平均 T等于I平均乘以Gtt 然后得出来的 T等于NGt5 以上大R加小R 反应电荷量与时间无关 只找出摸位置的磁量的变化量 以上R加小R乘以杂数 这是当时的那个结论 现在呢 在胶变电流中 仍然使用 仍然使用 好 这样呢 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描述胶变电流的这四个值 分别是 顺势值 风值 不销值 平均值 列表比较一下 顺势值 我这儿值写了 正弦的 余弦的 也可以写在这 它的应用 除了计算某一时刻收利情况以外 你一个T对应一个顺势值 另外还可以找一个 顺势值取得一个特殊的值的区间 对应的时间 不可以 最大值 电压最大值 电流最大值 然后呢 你要记住 是电容器的耐压值 一般用最大值 不销值 这个关系的条件 这个关系的条件 正前是交变电流 完整的四分之一周期 二分之一周期 四分之三周期 或者是一个周期以上 四种用有效值的情况 这个需要记住 平均值 法拉第电视感应定率 然后 平均点压 平均点流 平均感应定都是 与时间有关 专用 求 下荷量 好 另外就是 描述交变电流的 周期 频率 较速度 较频率 等等 这是描述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等等 好 这节课 我们主要介绍这些 描述交变电流的物理量 以及用这些物理量 反映出来的交变电流的规律 好 这节课 就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那么好 前面我们研究了交变电流的产生 非律 引进了几个描述交变电流的特殊物理量 尤其是重点研究了 交变电流的四支 今天 我们上一个习题课 首先 我们把前面的知识 简单的再换一下 目前是交变电流产生的条件 一句话 一核线圈 到垂直于云墙磁场的轴 云角速转动 顺势之比拉式 如果是从中性面开始计时 那就是NBSω3Ωt 如果是从最大值位置开始计时 就是NBSω3Ωt 排气的 这个顺势表达式的推导 这个是要求非常高的 交变电流的四支 以及四支的应用 首先峰值 GM 等于NBSω 简行应用是 电容器的击穿电压 顺势值 两个 应用 正义一个时刻 最应的 能量式的值 将来用欧姆定律 还可以算出电流的值 甚至 部分电流欧姆定律 算出电压的值 后续呢 我们有一个 深入一点的应用 我们到立体中再说 有效值 首先是 最大值除以更下二 等于有效值 我们要强调它的使用条件 首先是 更前是交变电流 然后是 完整的四分之一周期 完整的二分之一周期 完整的四分之三周期 以及一个周期以上的 任意一段时间 简行应用 四种情况 一般用有效值 求电供电热 交流 供电器的 额定值 交流电压表 电流表的 次数 以及日常生活中 说到的 高变电流的 电压电流值 平均值 用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率 简行应用 别忘了 求 较量 好 先看一个简单的 应用 给出了变化规律 表达式 然后 只转速加倍 我们知道 如果转速加倍的话 角速度也加倍 最大值也加倍 所以 就可以写出新的 顺势值表达式了 再看一个 给出了一个图像 问法相同 还是转速加倍 然后这一次问的是 最大值和周期的 值 变成了多少 同样的道理 最大值变成 现在的两倍 周期变成 现在的二分之一 刚才的例一 是利用顺势值表达式 然后进行 简单的变换 例二 是运用 图像 进行简单的变换 例三 这道题 是巩固 求 非常规的 交变电流 它的 有效值 这个方法 当然这道题 它不能算 交变电流了 因为方向不变 复半中没有 做法是相同的 等效代替 先设一个电阻R 在一个周期内 算 经过这个电阻 流经这个R的 电流 总的电热 由于只有半个周期 有电热 所以总电热 就等于前半个周期的电热 然后另一个周期内的电热 等于爱方乘以R 乘以一个周期 达出来 这个电流 这里问的是 电流表的次数 我们知道 电流表的次数 是有效值 所以达出来的有效值 就是答案 这是简单的应用 第三呢 是复习了一下 昨天的 总效代替法 求 有效值 后面电流的 典型应用一 四值的 使用条件 按暂停键 归一下提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写出 顺势之表达式 我们知道 顺势之表达式是 NBS Omega 三元还是 cos呢 看 图中位置开始计时 这是最大值 所以是cosOmega t 转出Omega 一致转速 出Omega 好球 TBS Omega 也能求出来最大值 然后就可以出来了 第二 如果额定电压为 10倍的根2伏 能否正常发光 这个 电阻额定电压 10倍的根2 现在看到 最大值是 20伏 那有效值 10倍根2 是可以正常发光的 可以正常发光 又问了 如果换成 额定电压是 10倍的根2伏的 电容器 能否安全工作 我们知道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 指的是 最大值 从最大值来 分析 由于 最大值20伏 大于电容器的额定电压 所以电容器被击穿 不能正常工作 接着 这里的第二题 第一是 这些比达式 第二 用到了有效值 用到了最大值 判断 它们的使用条件 第三 基干是相同的 若R微小电珠 当 两段电压 超过10伏时 开始发光 求小电珠 在一个周期内的 发光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 顺势式表达式 是10cos100πt 超出10伏的 那个时间范围 是啥样的 我们知道 从最大值 开始的 cos100πt 从最大值开始的 这等零时 达到 最大值20伏 将这个10伏 带进顺势式表达式 求出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个多解 我们在四分之一周期内 先求 三百分之一秒 我们知道 公司 应该是三分之半 最大值得二分之一 三百分之一秒 我就可以确定了 在零到三百分之一秒内 小电珠是发光的 那四分之一周期内 有这一段时间 一个周期内呢 有四个发光时间 四个发光时间 所以我就求出来了 这个发光的总时间 七十五分之一秒 那这个呢 就是顺势值 求 让它的值 大于某一值时 或者是小于某一值时 求这个时间间隔 利用顺势式表达式 和顺势值 去求 再看 如果R二十欧 求转动一周过程中 电流做的总工 这个是用 典型的 用有效值 转二等十欧 从 渐圈从图式位置 转过九十度的过程中 通过R的电荷量 这个呢 非常典型的 是 用平均值 那我就分别去求 有效值 抽出来 人均值 推出来 四分之一周期 这里的最终结果 可以取有效数字 可以取有效数字 这是给了一个装置 示意图 然后呢 考察 四个值的 利用条件 第二个典型应用啊 利用图像 看一题 按暂停键 建筑题 这道题 给出的 电动式随时间 是余权规律变化的 第一时刻 A答案 第一时刻 电动式是零 磁动量是最大值 用平面 第二时刻 磁动量的绝对值 最大 因为它的 第二时刻 顺势值最大 所以磁动量是零 正好说反了 一逼都不对 第三时刻 磁动量的变化率的 绝对值最大 应该是零 也说反了 第一答案 得当 电动式改变方向时 通过线圈的 磁动量的绝对值 都会最大 也就是说 每经过中性面时 这一个 来电动式改变方向 这是对的 是根据 他给出的图像 判断变化规律 再来一个 问题 现在看 T等零时刻 磁动量是零 假图 这是最大值位置 最大值位置 能够是等于零 他们是对应的 所以T1时刻 T1时刻 四分之一周期了 变动式 磁动量最大 变动式 反而是零 最大案错了 T2时刻 线圈 跑线 AB 它的速度 跟磁感线垂直 AD 这个T2时刻呢 转过180度 从视义图上也能看见 这是垂直的 从那个Fight等于零 判断出来 改变度是最大 也能判断出来 答案是对的 同理 C答案 T30时刻 是磁动量最大 中原面重合 是对的 C答案 T4与T5 第40时刻 磁动量是零 改变度是最大 先别管它 要哪 改变度方向 先不用管它 T50刻 改变度是零 反不上方向 所以 选项不能选 答案就是BC 这个是 利用磁动量 所谓时间的变化规律 进行有关分析 我们也多说一点 如果改变度是 是 EM cos OmT的话 那么 磁动量 就是 φm sinOmT 它们正好差 90度的相位 相位差 好 第三个典型应用 是利用顺势之比达式 通过比较细数 提取有关的信息 两个顺势之比达式 照一下 这里边有好多信息 比如 DS是什么 DS是 磁通量的最大值 NBS是什么 NBS 它是 EM除以N 它等于 一闸线圈 产生的 来年度是 的最大值 它对应的是 磁通量的变化率 当然 对应最大值 这些 信息 可能要用到 我们看例题 这个顺势之比达式 我有意给了 我们试电的 一个顺势之比达式 生活中的 311 这里我多做一点 说明 311 正好是 220倍的 根下2 314 100倍 100倍 好 然后 电圈100 张 1 手电动式的 最大值 手效值 勾期 频率 速度 这个是直接应用 根据 这个EM3有没有T 依照系数 就可以找出来了 最大值 311 有效值 统统的说的 就直接除以根下2 220伏 导速度 314 弧度每秒 也就是100倍 周期 0.02秒 这里有一点近似 频率 50赫兹 第二问 注意万法 穿过线圈的 最大磁通量 和磁通量变化率 的最大值 就是我刚才说的 根据这个NBS Omega 最大磁通量 是BS BS它就等于 EM EM 乎以 NOmega 从这个角度过来 约等于 0.01微薄 磁通量变化率 的最大值 它 约等于 N EM 除以N EM 除以N 这样去做 好 接着 三百分之一 秒时 电动式 穿过线圈的 磁通量 和磁通量 变化率的值 这里三百分之一 秒时的 电动式 好求 就是一个顺势值 是吧 然后磁通量呢 这里注意 磁通量啊 你就可以顺着 这个来了 磁通量等于 BS 是CosnOmega T BS是 磁通量的 最大值 可以从这个角度走 所以 我可以算出来 5M CosnOmega T 我可以算出来 当然 你也可以画出 示意图 然后找它的 磁通量 找它的磁通量 C等于 顺势值 比上N 就可以把 磁通量变化率的 顺势值 也能求出来 第四 见圈平面 与磁感线的夹角 这个哈 你就需要 把示意图画一画了 从中心面开始 转过了 实际上是 转过了 60度 然后 跟 磁感线的夹角 就是30度了 六分之拍 这个 需要你画画示意图 接着 从0到3%一秒 磁通量的变化量 磁通量的平均变化率 平均概念的是 这个是求平均值 还是从这个图 从这个求平均值 那你还需要从 那提取信息 看 这是 3%一秒 磁通量的变化量呢 那你得找出来 找出来 它是二分之一个BS 找出来 二分之一个BS 然后磁通量的变化率 这样的时间 就可以求了 平均概念的事 也就求出来了 这就给了个经验 如果求平均值 一定要对着这个示意图 然后啊 再去做决定 容易出错 六 接一个电阻 这个线圈电阻是欧 外接电阻 是40欧 这样的灯泡 求顺势值 最大值 有效值 这个好说 求电流 直接用欧姆定律 就出来了 电流的顺势值 是个表达式 然后最大值 有效值 不可以求出来 再来 从零秒 到三百分之一秒 二百分之一秒 一百分之一秒 五十分之一秒 通过 灯丝某一截面的电荷量 我们得 想一想 通过灯丝某一截面的电荷量 它得用平均值 平均值跟 时间段有关 跟你取得计时期点也有关 现在 不是从T等零开始的 现在画了T等零时的位置 这一个 三百分之一秒 刚才我们分析过 是转过六十度 也求了平均值 然后可以求它的电荷量 求感应电动势的平均值 求感应电流的平均值 再求感应电荷量 就求出来了 当然 这里边 别忘了感应电荷量 等于N的5 比上大R加小R 时间没关系 直接借这一个 结论的话 你找到了 这个末状态的 这个装置示意图 相对位置 以及正面积 找到了磁动量 就找到了磁动量变化量 就解决了 二百分之一秒呢 二百分之一秒是转过九十度 同样的道理 我也能求 一百分之一秒 我是转过了一百八十度 转过一百八十度 同样的道理 我也能求 当然 五十分之一秒 是一个周期 它是零 这些 我就分别求了一下 当然 其他的任意时间 我也可以求 然后咱回过头来看看第七 第七就从这一个顺势之表达式 而这个顺势之表达式是一个常规的 我们生活中见到的这种顺势之表达式 然后回过头去 回过头来 去提取信息 这是需要我们 从顺势之表达式能够做到的一些 理工做 这个胶便电流规律 基本应用 就是表达式推导 基本量分析 简单的图像应用 总效法的应用 等等这些 包括目定律的应用 然后典型应用 它都是结合着四值来的 典型应用 第一种是 给装置示意图 然后应用四值来分析 第二种典型应用 给图像 然后 针对四值来分析 第三种典型应用 给出表达式 然后呢 针对四值来分析 实际上 胶便电流的应用 就两件事 一个是四值 一个是规律 给条件的方式 一个是给装置示意图 一个是给图像 一个是给表达式 这样 题目就非常清楚 就这几种情况 这些应用 是我们 学交流电的产生和规律 需要把握的 最核心的知识 好 今天内容就到这 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电感和电容 对胶便电流的影响 请大家看一下 调光台灯 是一种常见的小家电 你知道它的调光原理吗 它是利用的电阻 对胶便电流的阻碍作用 通过改变电阻的阻值 可以调整电路中的电流 这样来改变台灯的亮度 除了电阻之外 电感器 电容器 也是常见的电路元件 它们对胶便电流 有阻碍作用吗 如果有的话 其阻碍作用 跟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 我们首先研究 电感器 对胶便电流的阻碍作用 在下面的实验中 把电感器 和小灯泡串联 先后接入直流电路和交流电路 请大家注意 直流电路的电压 等于交流电路电压的有效值 那下面我们通过实验 体验一下 电感器对胶便电流的影响 这是一个带铁心的电感线圈 这是信号发声器 首先 把电感线圈 与小灯泡串联后 接入直流电路 闭合开关 灯泡点亮 用一根带绝缘皮的导线 把线圈两端转路 看到 灯泡亮度 只有轻微的变化 说明在恒定电流电路中 电感线圈 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很小 这是因为线圈的电阻很小 换成交流电源 闭合开关 使灯泡发光 也用绝缘导线 把线圈两端转路 看到灯泡亮度明显变亮 说明线圈对交流电存在阻碍作用 这种阻碍作用称为感抗 通过实验 我们体会到 电感器对直流电路 几乎没有阻碍作用 可是它对交流电路的阻碍作用 非常明显 我们把电感器对交变电流的阻碍作用 叫做感抗 用字母Z 角标L来表示 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感抗是怎么产生的 还有 影响感抗的因素 有哪些 关于感抗的产生 有的同学结合前面的学习 是这样分析的 上一章 我们学过电磁感应 知道 把线圈 接入交流电路 由于线圈中通过的是变化的电流 可以产生自感电动势 对电流有阻碍作用 这样就产生了感抗 既然这样解释 那影响感抗的因素 也就出来了 一个是线圈的自感系数 还有一个是电流的变化率 在峰值一定的情况下 电流的变化率取决于交流电的频率 这样来看 影响感抗的因素 有两个 一个是线圈的自感系数 还有一个是交流电的频率 它的猜想对不对呢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检验一下 保持其他条件都不变 只是改变交流电的频率 我们看到 当频率变小时 灯泡变亮 频率变大时 灯泡变暗 这说明 干抗的大小 跟交流电的频率有关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抽去线圈中的铁芯 看到灯泡明显变亮 说明电感小 干抗也变小 再把铁芯插上 而板杂数 由400杂 减为100杂 看到灯泡明显变化 这说明 干抗变小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质感系数越大 频率越高 干抗越大 这样来看 刚才的猜想是正确的 结合刚才的学习 我们可以了解 干抗的表达是 ZL等于2πF乘以L 如果把线圈 直接接在交流电源上 电流的有效值 等于电压的有效值 除以干抗 电感器在技术上 常用作恶流圈 大家可以结合公式 体会一下 低频恶流圈 和高频恶流圈的工作原理 低频恶流圈 杂数比较多 可以达到几千杂 或者上万杂 自感气数比较大 有几十亨 接入交流电路以后呢 感抗比较大 电流小 所以它对高频和低频信号 都有比较明显的 阻碍作用 高频恶流圈 杂数比较少 它的自感系数 一般几毫亨 大家看一下试试 自感系数为几毫亨 那它对低频交流电的 阻碍作用 很小 可是对高频交流电 阻碍作用明显 所以它可以是通低频 阻高频 我们继续研究电容器 对交变电流的阻碍作用 把电容器和灯泡串联 先后接入直流电路 和交流电路 同样的是 直流电路的电压 跟交流电路电压的 有效值相等 我们看一下实验 电容器与灯泡串联后 接入直流电路 闭合开关 灯不亮 用一根绝缘导线 把电容器转路 看到灯泡发光 这说明 直流电不能通过电容器 换成交流电源 再闭合开关 灯亮 说明交流电能通过电容器 用一根绝缘导线 把电容器短路 看到灯泡更亮 说明电容器对交流电 有阻碍作用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是 恒定电流 不能通过电容器 可是交变电流 能够通过电容器 第二个结论 电容器 对交变电流 有阻碍作用 关于交变电流 能通过电容器 有的同学心存疑惑 原因是 电容器两极板之间 是绝缘介质 那电流怎么通过了呢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在交流电路中 电源加在两极板层 电压的大小和正负 是周期性变化的 电容器交替的进行充电和放电 大家看充电过程 电容器 极板上电压升高 电荷向极板上聚集 形成充电电流 以图 是放电过程 电容器极板上的电压降低 电荷 退出极板 形成放电电流 这样呢 与电容器和电源连接的电路中 就有了电流 表现为 交变电流通过了电容器 大家不难发现 在交变电流通过电容器的过程中 电路中的自由电荷 并没有通过电容器 两极板之间的绝缘介质 理解了交变电流通过电容器的微观机制以后 我们通过实验探究一下 影响融抗的因素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减小输入交流电的频率 看到灯明显变暗 而加大频率 则亮度变亮 这说明 融抗的大小 跟交流电的频率有关 保持其他条件都不变 只是把电容为200V法的电容器 换成电容为2V法的电容器 看到灯的亮度明显变暗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影响融抗的因素有 交变电流的频率和电容器的电容C 电容越大 频率越高 融抗越小 对于频率和电容 对融抗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之前学过 电容器的电量Q 等于C乘以U 那么 电路中的电流 我可以写成是 ΔQ比ΔT 也就是说 是电容器的电量 对时间的变化率 把电容C提出来 那后边还剩是ΔU比ΔT 我们结合图像看一下 在电容一定的情况下 频率越高 说电压的变化率越大 电流越大 那就是融抗越小 在电压的峰值和频率 一定的情况下 电容越大 电流越大 那说明融抗越小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融抗的表达是 融抗CC 等于2πFC分之一 如果把电容 直接接在交流电源上 通过电容的电流的有效值 I 等于电压的有效值 除以融抗 电容器在技术上的应用 有格值电容 和高频旁路电容 在左边的示意图中 从前级电路输入的信号有 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 输入信号在这个节点分开 交流信号可以顺利的通过电容器 向后级输出 直流信号 由于电容器 由于电容器的阻挡 由于电容器的阻挡 通过R 回到了电源 体会一下 电容器通交 革值 看一下右面的示意图 从前级电路输入的信号呢 有高频和低频交流信号 到达这个节点 高频信号通过电容器回到电源 低频信号 继继续向后级输出 请同学体会一下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通高频组低频 它的电容应该是比较小 这个电容 我们给叫做高频旁路电容 在实际应用中 为了达到比较好的技术效果 经常把电感器与电容器配合使用 我们看一下 在刚才的电路中 交流信号可以向后级输出 可是也有一部分交流信号 通过电阻回到了电源 这样是不是造成了交流信号的损失 为了减少交流信号的损失 可以在电阻这个之路 串联一个恶流圈 大家看一下效果 交流信号可以顺利的通过电容器 向后级输出 由于恶流圈的作用 通过电阻R的交流信号 说大大的减少 大家看一下 这样配合使用 比单个的使用电容或者电感 效果要好得多 我们看一道例题 使用220伏交流电源的电器设备 和电子仪器 金属外壳与电源之间 都有良好的绝缘 但是有时候摸外壳 还是能感觉到漏电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机芯是与电源相连的 机芯和外壳呢 可以看成电容器的两个基板 这样电源中的交变电流 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容器 用手摸外壳的时候 会有比较小的电流 经过人体流入大地 由此可见 为了安全用电 电器设备和电子仪器的外壳 应该接地 我们拓展一下 除了专门制作的电容器 有电容之外呢 电容还广泛的存在于 两根高压收电线之间 电器元件与机壳之间 绝缘导体与大地之间 这种无处不在的电容 叫做分布电容 当交流电的频率很高的时候 分布电容 对电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们看下一道例题 如图完全相同的灯泡ABC 分别与电阻 电感电容串联 在并联接在220伏 50赫兹的交流电源两端 三个灯泡的亮度相同 如果把电源频率变大 变成60赫兹 问三个灯泡亮度怎么变 这题考察 频率对感抗和容抗的影响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电阻与频率无关 所以频率变大以后 与电阻串联的灯泡 亮度应该是不变 频率变大 感抗变大 所以灯泡B的亮度 应该是减小 频率变大以后 容抗减小 所以灯泡C 应该是变亮了 这样来看 选项4D是正确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电阻电容电感 这三种元件 对交变电流的影响 电阻与频率无关 它对直流交流都有阻碍作用 电感对直流的影响很小 它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 体现为感抗 与频率和刺感系数有关 可以理解成通直流 阻交流 通低频阻高频 电容器C的作用 可以总结成 通交流阁止流 通高频阻低频 至于原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容抗的表达式 自己体会一下 我们把这三种元件 直接接在交流电源上 电流的有效值 应该等于电压的有效值 除以阻抗Z 大家注意把三种元件 可以放在一起来理解 好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变压器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大型发电机发出的交流 电压为几万伏 远距离输电 却需要几十万伏以上的电压 生活各种用电设备 所吸电压也不相同 我们日常照明 家用电器是220伏 在机床上的照明灯 用的电压是安全电压 36伏或者24伏 电视机响线管当中 需要10千伏以上的电压 半导体收音机电源的电压 一般不超过10伏 那么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个电压 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 那么我们利用什么设备 来实现各种不同需要的电压呢 我们用到的就是变压器 我这有几幅图片 这个是变电站的大型的变压器 这是街头的那种变压器 这个是电子设备里边的 比如这个半导体收音机里边的 这个小型的变压器 这是我们用的充电用的那种变压器 那么变压器的构造 主要由哪几部分构成呢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下面这个图是一个实验室里边的 一个变压器 它是由闭合的铁心 闭合的铁心和扰在铁心上的线圈 两组线圈 这是一个线圈 这是一个线圈 和扰在铁心上的线圈构成 示意图就是这样的 可以换成这样的 这是一个示意图 其中一个线圈与电源相连 把这个叫原线圈 也叫初级线圈 另一个线圈与负载相连 把这个叫负线圈 也叫次级线圈 在电路当中 如果画电路图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成这样的 电路图的缝号可以画成这样的 这边是原线圈 这边是负线圈 我们紧接着思考一下 这是一个小实验 这是交流的电源 这边压器接小灯泡 开完闭合之后小灯泡会发光 我们观察思考一下 发现变压器原复线圈之间 并未直接用导线连接 那么变压器是怎样穿输电能的呢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在原线圈当中 接入的是大小方向都在变化的交流电 那么变化的交流电 在铁芯当中 这个闭合的铁芯当中 就形成了变化的磁场 变化的磁场 激发不断变化的磁场 变化的磁场 然后在线圈当中 就激发出了感应电动势 就产生了感应电动势 这样 尽管两个线圈之间 没有用导线直接相连 那么负线圈 也能够输出电流 负线圈也能够输出电流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 电能从原线圈 转化成磁场能 通过铁芯 传导到负线圈 传导到负线圈 那么变压器通过闭合铁芯 利用这种护改现象 实现了电能到磁场能 再到电能的转化 我们所讨论的变压器 是理想变压器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变压器 是理想变压器 那么什么样的变压器 是理想变压器呢 如果没有漏磁 就是说那些磁感线 都集中在闭合的铁芯当中 不向外泄露 线圈的电阻 不做考虑 那就不发热 也不做其他的损耗 就是其他的损耗 也不计较 不计 不计其他的损耗 这样的变压器 就叫理想变压器 由于现在的材料和技术上 采取了许多措施 实际当中的变压器 它的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达到97%到99.5% 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理想变压器来处理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合理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研究 理想变压器 我们思考一下 理想变压器的电压 与它杂数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理想变压器的电压和它杂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理想变压器我们说 不向外泄露 磁感线不向外泄露 那要无露磁的话 在铁心当中 磁感线都集中在这闭合的铁心当中 那这样的话 穿过原腹线圈的 磁通量 就是每一杂的磁通量 穿过原腹线圈的 每一杂的磁通量 以及磁通量的变化 和磁通量的变化率 都应该是相同的 因为没有磁感线向外泄露 这样的话 由于原腹线圈 接入的是一个胶变电流 在铁心当中所激发的磁场 是变化的磁场 因此 也就在线圈当中 产生了感应电动势 我们有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我们知道 E等于N倍的Δ5比ΔT 由于每杂的磁通量变化率 是一样的 因此 电压就跟它的杂数 成正比 所以原腹线圈的电压之比 等于两个线圈的杂数之比 U1比U2等于N1比N2 可以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来思考 推导这件事 当然也可以通过实验 去验证 这种理论上的推导 是正确的 这是理想变压器的电压 与杂数的关系 那么当变压器负载 接上用电设备之后 这时候理想变压器的电流和杂数之间 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把这负线圈结一个电阻 结一个负载 现在 那么原负线圈当中的电流与杂数之间 有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说过 如果是理想变压器 就不计各种损耗 因此 它的输入功率 与输出的功率 就是相等的 电能转化成磁场能 磁场能又转化成电能 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没有损耗 因此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 是相等的 P1等于P2 又因为 P1等于UEI P2等于U2R 因此 U1比U2又等于N1比N2 我们就得到了 I1比I2等于N2比N1 理想变压器 没有能量损失 那么 它的输入功率和输出的功率是相等的 或者说相等时间内 输入的能量和输出的电能 输入的电能和输出的电能是相等的 我用功率表示 那就是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相等 因此 对于理想变压器 它的电流与杂数的关系 就是 原副线圈当中电流之比 跟它们杂数成反比 I1比I2等于N2比N1 刚才我们说了 理想变压器 原副线圈 电压之比 与电流之比 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推导过程 我们是由能量转化与守恒 得到的电流的比与杂数比的关系 因此 上市成立的条件 这个式子 就这个I1比I2等N2比N1成立的条件 一定是理想变压器 当然 根据变压器工作员理就知道 这个原线圈 必须得与交流点相近 并且在工作的时候 只有一组复线圈 只有单个复线圈在工作 不是所有的变压器 都是单个复线圈在工作的 那课下 你可以思考 或者通过插资料 与同学们讨论一下 如果多组复线圈在工作时 那原复线圈当中的电流 电压和它们杂数之间 存在怎样的关系 存在怎样的关系 你根据我前面推导的这个过程 去思考这个问题 下边我们介绍 一个是自我变压器 一个是护感器 那自我变压器 它的特点 就是只有一个线圈 其中有一部分线圈 最为原线圈 又为副线圈共有 我们实验室 用到的这个 调压变压器 实际就是一个自我变压器 画出示意图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图 它在铁心上 只有一个线圈 这个线圈 其中这部分 如果当原线圈 就是AB这U1 当原线圈 这是这部分 那么副线圈 是这个滑片P 和B 这是副线圈 那就说这部分 后边这部分 既当原线圈 又当副线圈 那我要画成电路图 这边是原线圈 这部分是副线圈 因为原线圈 比副线圈多 所以输出的电压 一定比输入的电压要低 N1比N2 等U1比2 那这个变压器 就是降压变压器 做降压变压器 如果倒过来 倒过来 这边原线圈的杂数少 副线圈杂数多 那么 这时候就作为生压变压器 所以这个调压变压器 即可作为降压变压器 也可以作为生压变压器 它的特点就是 有一个线圈 有一部分既当原线圈 又当副线圈 这是一种变压器 还有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 交流电压表 或者电流表 它都有一定的量度范围 这个电表测量 电压和电流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范围 不能够直接测量 过高电压 或者是大的电流 我们学完变压器之后就想了 如果把高电压 通过变压器 我给变成低电压 那么我再通过电表 测量低电压的值 再结合杂数比 我就可以计算出 原线圈当中 记得高电压是多少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把一个大电流 通过变压器变成小电流 然后通过表 测量 这个小的电流 再根据杂数比 我就可以推迟 原来导线当中 那个大的电流 这个器材 就是我们所说的 护杆器 测量这个大电压的 电压护杆器 测量这个大电流的 是电流护杆器 它的原理 就是把测量用的电表 和变压器 结合起来 那显然电压护杆器 是原线圈 比 副线圈 要多 这是一个降压 变压器 那电流护杆器 原线圈少 副线圈的 副线圈砸数多 这是一个 把大电流 通过变压器 变成一个可测量的 小的电流 在使用这个护杆器的时候 都要接地 都要接地 那么用这个电流护杆器呢 我们看这电流护杆器 它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需要把这个导线 接到这个原线圈里边来 需要断开 这样的话就不太方便 因此 我们在工程上 发明了一种 前一星的电流表 前一星电流表 这个怎么用呢 把这个 按下这个手柄之后 这个 这就张开 松开 这是一个闭合的铁心 闭合的铁心 张开 然后一松开 这个 按压这个按饼一松开 那么这就闭合 一闭合之后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 原线圈 是一杂的一个变压器 一杂的一个变压器 这样通过这个 前行电流表制的试数 我就可以推着 导线当中的电流是多大 这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但是 准确度 比较差 所以它一般 用来勾测 导线当中大的电流 这是前行电流表 这是两种护感器 是把这个电表的测量 与这个 这个 前面讲的这个变压器 结合起来 好 下面我们看 一组联谊题 看第一题 这是安全的照明 电压是36伏 它是从380伏降下来的 原线圈是这么多 那么问负线圈 应该是多少赞 这比较容易 流公式 U1比U2等 N1比N2 直接得到 N2等于 108杂 所以 照这个杂势去做 输出的电压 就变成了安全电压 看第二题 这是接头变压器 通过降压 给用户供电的示意图 看一下题目 大家 接头变压器 好同学们看完题之后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个这个变压器忽略了能量的损失 因此可以当理想变压器处理 第二个负载负载 这块用户这等效成一个滑动变阻器 现在用户用电器增加就相当于电阻器的组织减小 将它电阻器组织减小 我们通过这道题解析一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 电流以及功力之间的这种关系 先说输入电压 由于原线键通用电压是由电源决定的 输出电压是由U1和杂数笔决定的 输出的电流I2是由U2和负载决定的 这道题里边的负载是纯电阻 这一R20这一R 那么这个电流可以写成输出电压与电阻的比 输入的功率和输出功率是相等的 因为是理想变压器 I1和I2与杂数的关系 那么I1是由I2和杂数笔决定的 这是变压器 那么对这个题来讲 电压表V1就是不变的 量的是这两段电压 电压表V2量的是输出电压 因为杂数笔不变 所以这个电压不变 电流表I2量的是负线圈的输出电流 由于电阻R变小 U2不变 所以I2是变大的 由于功率相等 所以P2就是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变大 说明输入功率 由于I1也是变大的 那么I1是变大的 变大的 电流 杂数笔不变 I2变大 负线圈上电流变大 所以I1变大 远小的电流变大 那么再看 电压表V3 这相当于 电源 这输出端 相当于一个电源 那电压表V2是不变的 那R是减小的 所以I2变大 那R0两吨的电压变大 所以V3变小 这是这道题 交流电之所以得以广泛的应用 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就是便于通过变压器 改变电压 来满足各种实际需要 今天我们学习了 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以及理想变压器的 电压电流和它的杂数的关系 分析变压器的基本的方法 我们通过后边的举例 也进行了分析 课后大家完成课后的练习题 然后通过查资料 和别的同学交流 思考一下当理想变压器 有多组 浮现圈工作时 现前当中的电压和电流的 以及杂数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大家好 这堂课我们来学习 远距离书店 首先来看本堂课的学习目标 一 知道远距离书店 采用高压书店的实际意义 二 掌握高压书店的原理 三 理解远距离书店过程 各物理量 各物理量间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 常见的发电有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以及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 核能发电 为了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 水电站要建在水库大坝上 以煤为燃料的火电站 最好建在煤矿附近 但是用电的地方 可能距离很远 因此 常常要将电能输送到远方 怎么输送呢 用电线 把电源与设备连起来 就可以输送电能了 这是电能的一个突出优点 输送电能要求做到 可靠 保质 经济 可靠 是指保证供电线路 可靠的工作 少有故障和停电 保质 就是保证电能的质量 及电压和频率稳定 经济 是指输电线路建造 和运行的费用低 电能损耗小 我们就如何减少电能的损耗 来探讨远距离输电 我们来看 发电厂将功率为P的电能 通过输电线送到远处的用户 会有什么损耗呢 远距离输电的距离 有可能远达数千公里 输电线上的电阻肯定很大 输电过程中 必然有损耗 我们设两根输电线上的总电阻为 小R 输电线上 电阻消耗的电压 那必然存在电压损耗 输电线上的电阻要消耗功率 那自然又存在功率损耗 输电线损耗的电压 功率 与什么有关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电能输送的电路图 其中P 是指发电厂的输出功率 我们也称为输送功率 电压U 发电厂的输出电压 我们也称为输送电压 电流I 是发电厂的输出电流 也就是输电线上的电流 因为P等于UI 所以输电线上的电流 等于输送功率 除以输送电压 因为U损等于IR 所以U损等于PV乘以R 从这儿我们可以知道 输电线上损耗的电压 U损并不等于输送电压 因为P损等于I方R 所以P损等于P比U的平方 再乘以R 所以算输电线上损耗功率的时候 千万不能用R分之U方 用R分之U损方 或者是I方乘以小R 用户得到多少电压呢 所以用户得到的电压 等于输送电压 减去输电线上的损耗电压 等于U损IR 用户得到的功率 等于输送的功率 减去输电线上的损耗功率 等于P损I方小R 因为输电线上损耗电压 消耗功率 所以用户得到的电压 并不等于输送电压 用户得到的功率 也不等于输送的功率 并且输电线上的损耗越大 用户得到的就越小 如何减小输电线上的损耗呢 因为P损等于I方R 等于P比U的平方 再乘以小R 要减小损耗功率 方法一 根据电阻定律 R等于R 乘以S分之L 我们来看 减小输电线的长度 也就是发电压到用户之间的距离 可行吗 因为发电压到用户间的距离是确定的 我们只能优化输电的路线 但是减小输电线 但是减少的空间不大 因此不可行 大家要注意 公式中的L 应该是指 两根输电线的总长度 增大输电线的恒结面积S 这样可行吗 也不行 它会带来什么问题 首先 恒结面积变大 输电线变粗 所耗的材料就会增加 同时 重量也会增加 必然带来基础设备的大量增加 所以 也不可行 那减小输电线的电阻率肉呢 我们知道 电阻率越小 材料就越昂贵 银的电阻率低 但我们不可能用银 来作为输电线 所以 这也不可取 电阻不行 那么减小电流呢 要减小输电线电流 那就要提升 输送的电压 如果输送电压 提升为原来的两倍 那输电线的损耗功率 就会变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电压 提升为原来的十倍 损耗功率 将变为原来的一百分之一 要是电压 变为原来的一百倍 那损耗功率 将会变为原来的一万分之一 能把输送的电压提升吗 当然可以 用深压变压器呀 减小输电线上的电流 提高输电电压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我国远距离输电 采用的电压有 一百一十千伏 二百二十千伏 三百三十千伏 输电干线 已经采用五百千伏的高压输电 西北电网 的电压甚至达到了 七百五十千伏 输电电压 也不是越高越好 大家想 电压越高 对输电线路绝缘性能的要求就越高 线路修建费用就会增加 输电电压越高 变压器上的电压也就越高 对变压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实际输送电能时 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如输送功率的多少 距离的远近 技术和经济要求等 依照不同的情况 选择合适的输电电压 高压输电 是如何实现的呢 发电厂输出的电压 先通过深压变压器 加到输电线的两端 如果一级深压不够 再通过二级深压 三级深压 到了用户这端 用户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 怎么办呢 再用降压变压器 输送给用户 这是远距离输电的示意图 同理 到用户这端 一次降压达不到要求 还可以通过两次降压 而且工厂用电和居民用电 所需要的电压不同 还可以用不同的变电站 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 远距离输电的原理图 其中 发电厂的输出电压 电流 功率 分别为 U1 I1 和P1 P1 等于 U1 乘以I1 这是输电的输送电压 电流 和功率 U2 P2 等于 U2 乘以I2 这是用户得到的电压 电流 和功率 U4 I4 和P4 P4 等于 U4 乘以I4 电过程 前后各物理量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N1 N2 是深压变压器 我们视为理想变压器 所以 U1 U1 比U2 等于 N1 比N2 I1 比I2 等于 N2 比N1 P1 等于 P2 N3 N4 是降压变压器 同样 我们把它视为理想变压器 所以 U3 比U4 等于 N3 比N4 I3 比I4 等于 N4 比N3 P3 等于 P4 我们再来看 那I3 跟I2 U3 跟U2 P3 跟P2 之间 就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 I2 I3 是在同一线路 所以 I2 等于 I3 因为U损 是等于 I2 乘以 R 所以 U2 等于 U3 等于 U3 加 U损 书店线上的损耗功率 P损 等于 I方R 可以写成 I2 或者是 I3 所以 P2 等于 P3 加 P损 我们来看一道逆题 大家先读题 首先 我们来看 这类问题的解题思路 第一步 画出供电电路图 第二步 明确题中的 椅子量 求解量 在电路图中的 对应物理量 比如 我们知道 P1 100千瓦 U1 250伏 书店线上的总电阻 R 等于 8欧 用户得到电压 U4 220伏 书店线上的 损耗功率 5000瓦 用户得到的功率 95000瓦 根据P1 等于P2 于是 我们也知道了P2 P3等于P4 我们也就知道了P3 根据各物理量间的关系 进行电路计算 第一问 求降压变压器输出的电流 以及输电线上通过的电流 因为P4等于P4等于P4乘以I4 所以I4等于P4除以U4 于是可以求出I4 等于431.8安 再根据P损等于I4R 所以输电线上通过的电流 所以输电线上的电流 所以输电线上通过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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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求出 为200伏 所以输电线上通过的电流 来看一下第三问 求出两个变压器的扎数比 各为多少 通过刚才的计算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输电过程之中 已知的各个物理量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 U1比U2等于N1比N2 因此 N1与N2的扎数比 等于1比16 又因为I3比I4 等于N4比N3 所以N3比N4 等于19比上11 当然 大家也可以用 U2等于U3加U损 求出U3 再根据U3比U4 等于N3比N4 求出 大家课下 看一下教材 第47页 介绍了电能输送的发展过程 以及交流输电 所存在的问题 现在三下工程的高压输电 采用了直流输电 大家在课下 可以查阅资料 还可以去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 高压输电的安全防范问题 大家还可以阅读教材 第48页 前面我们讲了 通过降低输电线的电阻 来减小输电线上的损失 可行性脚差 但随着高温 超导技术的提高 在短距离输电 以及城市大厦之间 或者有特殊需求的地方 也有了实际的应用 教材第50页 介绍了大面积停电 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大家结合生活实际 也可以设想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停电问题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聆听